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蔬菜场 蓝莓场 草莓场都没有回复 餐饮店施工却被告知没经验 你们决定去偏远地区试试 结果那地方荒芜地超出想象 终于找到工作了 却觉得身体有点吃不消 怎么会这么累呢 你们不济思考 这难道就是我来打公度假的意义吗 今年28岁 对 没问题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打公家是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感受感受一下 因为本来我自己很喜欢一些 用另外一个角度 看中国是什么样子 2018年12月份的时候 怎么说呢 一切都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幸福的 我在过来的第一个星期就找到人生 就找到一份工作 如果你想要体验当地的生活 还是最好是给当地人打工 而且你可以更加百分之百的 切割到当地的工法 所以英语很重 因为我当时第一站就吃的阳光海辣特段 所以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边的海儿真的好美啊 就可以知道就很惊讶 虽然有人可以有这样子 这样子别人梦想中的生活 可以什么能弄个好的年宿 然后面超大海的 春暖花盖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有人有这样子美好的生活 我计划是大概是 下面是工作半年 然后晚半年之久 所以我目前是处于在工作一旁 我第一个工作是在古萨的一个小镇 做就是那种厨房的办公的一种工作 后来去了那个大洋服 因为确实是大洋服 真的去大洋服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就是我来澳大利亚这趟不值了 就是因为大洋服真的太美了 那是什么价值到最高的好关键 嗯 很高思来的 我内工作觉得很沉满的 我退休那天也是一样 是不是 不是的 我就是决定再补 怎么出来再补 刚来的时候就很神奇 但是我来之前 去报了一个潜水班 就学潜水 潜水症延期了两三天 最后以前 就是自己的宣传 然后潜完了以后 我爬上岸 23个小时 我就要去北京 特斯文录道 然后我学了三天 我在那个 backpacker里面学了三天 在做吧 炒菜 哈哈哈 那你是在那儿遇见你现在的真命片子 对 对 那是7个月就结婚了 在Kate's Park 你学了什么 你是觉得 你说我在餐馆里 炒菜一样的 炒菜的那个 很重 早上我昨天回到家 那个女的 也很重 然后说 我跟着你 不欢迎你 然后后来 那天晚上我去了小哥家 我就洗了个澡 洗澡后 我就觉得特别似讽 我被装出特别似讽 后面有三道爪印 三道爪印 现在的 成长这个在 以前我怕 现在我也心情 你知道我就是每个国家 我都可以拖下来 你们慢慢适应了澳洲的环境 有了固定的收入 关心下一顿尝试哪锅美食 关心这周末去哪个海盘发呆 关心即将举办的街头艺术节 发现身边多了各国的朋友 可以把酒言欢 发现自己可以租个房车去公路旅行 说走就走 发现自己身上的标签越来越少 不用考虑太多 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的简单美好 一千个毒舍就有一千个汉沫煤车 我相信每个打工度假者 都会有自己的收获 一千个汉沫 我如果对自己不信 如果对自己说谎 只是并不原谅 我也不能原谅 最美的你 一定最疯狂 我就是我自己的身 在无果的地方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我尽数没说绝对的方 一千个汉沫 是不是天调 是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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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位置 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